剑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23号 是剑民论推墙的2047期 那么最近发生的这个MeToo运动啊 是在台湾旋风般的呱起 影响到整个华人世界 也就这几天呢 被揭露的台灣的也好海外的也好 包括中國大陸的各社各等的名人呢被揭露的呢不斷 那麼我們的節目呢在昨天呢也談到了前自由亞洲駐香港的記者叫新宇 指控了海外知名的人權律師專家教授藤彪之外 今天呢又有很多網民呢給我發了人已經在舊金山的 他的名字呢叫趙薇網民叫考拉的 他指控中國大陸頗有名氣的公民記者叫朱瑞峰 那麼這樣的事情呢可能呢是越來越多會暴露的越來越多 因為很多受侮辱受欺騙的女性呢現在忍受不了當年呢 她們曾經遭遇的各種痛苦現在呢都會爆發出來 那麼都投給我呢我就簡直是看不過來了 因為我個人呢時間精力有限 拜託各位呢不要再給我發了各種這一類的爆料信息 網上有公開信息呢我自己會去看 我呢不是做爆料節目去吸引眼球的 我仍然會保持我自己的節目每日更新 專注我的時政欄目的推搶節目 所以呢這些爆料信息呢拜託大家呢不要再發給我什麼郵件啦私信啦 網上公開的信息呢我看得到的 我們今天的節目呢我是仍然要跟大家來談 中共破壞美國出現了新的戰略 那麼什麼戰略呢也就是中共啊長期以來就制定了一定要把美國搞壞 因為中共在美國的這個戰略上就是呢零和思維就是呢比消磁場 也就是中共壯大了美國就削弱了 美國每次削弱一點中共就等於壯大一點 那麼如何讓美國不斷的削弱呢 中共的國策持續了幾十年的國策就是希望呢通過製還美國的下一代來把美國呢徹底的改變掉 也就是中共它現在叫與世俱進啊不斷地變換各種手段啊它目的就要從思想意識形態上面讓美國垮掉從精神上摧毀美國 因為中共自己很清楚它是一個什麼貨色的黨它是馬列邪教組成的一個無神論的黨嘛 那麼中共這樣的無神論者它從信仰上是無法跟美國和西方強大的以基督教為信仰核心的國家爭奪全球話語權的 那麼無神論嘛毫無英文來講就是馬列邪教的思想核心了啊 無神論的這個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所有相信無神論的人 無論是共產黨的領導還是共產黨統治下的這些草民都是無知無畏無腦無底線無法無天 也就是這樣的組織和它這個政黨以及政黨的組成人員都是呢都是基本上行使的就是流氓地痞手段嘛 殺人越獲而且中共特別慣用的就是社會當大規模的人整人的運動式的思想改造和財富掠奪 這是呢無神論者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典型的模式 那麼中共的這種無神論你怎麼去戰勝私有制呢 也就是中共這種所謂共產主義掠奪式的包括共產主義運動式的人吃人的這種制度 必然要被私有制為基礎 以上帝為信仰 以傳統價值觀的西方道德理論基礎的現金文明制度所取代嘛 所以中共知道要通過無神論去拼資產階級的傳統價值觀是拼不過的 那麼怎麼去搞亂西方呢怎麼把西方打敗呢 中共已經動了幾十年的腦筋 如果是跟美國去較量你說從國防中共能跟美國去打嗎 中共的國防能跟美軍比嗎 可以講中共那點戰力在人家美軍眼裡面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從國防從軍事力量上來講 中共跟美國跟美軍作戰可以講叫不堪一擊 因此通過國防戰勝美國通過強大的軍力吃掉美國 中共是痴心夢想他自己也知道沒有可能 那麼從經濟上呢跟經濟上跟美國較量那也完全較量不夠美國 也就是說雖然中共是強調的自己已經什麼GDP全球第二 但是中共的這個GDP大部分都是鑄水的都是虛假的 而GDP裡面最繁榮的那部分恰恰還是來自於美國和西方 所以說在經濟上來講中國跟美國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也就是美國的經濟比中國強大得多 夯實的基礎要壯大得多 尤其全球都是美元體系 也就是光一個美元體系就把你中國壓得喘不過氣來 所以說中國從經濟上要去戰勝美國高垮美國 一點可能性都沒有 那麼國防也不行經濟也不行科技呢科技就更不用講了 也就是強大的美國它的科技創新是引領全球所有的科技前沿的 中國那一點可憐的各種科技產業都是望美國而相悖 美國就是說在科技上面鬆綁一點中國就能傳點氣 卡緊一點中國的這個科技就把它歸到零 所以說在科技上面中國跟美國完全沒有任何競爭力 因此來講國防也好經濟也好科技也好根本都不行 沒有一樣能跟美國去較量的 那麼怎麼把美國打敗呢唯一就是搞亂美國人的思想 尤其是搞亂美國下一代人的思想嘛 要把美國的下一代把它毀壞思想上搞壞了意識形態贊成了 最終把美國人的思想全部變成共產主義思想了 你美國不就不攻自破了嗎 所以說呢中共在幾十年來不斷地對美國不斷地滲透 要搞壞美國就要搞壞美國的下一代破壞美國的意識形態體系 破壞美國年輕人的精神和他的思想體系 當這些人他們的精神和思想已經嚮往共產主義 而且是按照共產主義思路去進行對美國的改造的話 那美國垮的就會很快啊 所以共產黨對美國已經佈局了幾十年 這個幾十年呢現在已經出戰成效 但是這個出戰成效還沒有到了能摧垮美國的地步 所以中共現在就出現了以王滬寧為首的中共高層 就制定了他們新的戰略 這個新的戰略裡面呢還是運用了很多長年來對美國已經輸送的戰略 只不過這些戰略呢中共有一些新的創新的手法 你比方說輸送大量的年輕人到美國去讀書嘛 也就是這麼幾十年來尤其是中美建交這麼四十多年來 中國每年向美國和西方輸送大量的學者學生 一年至少要輸送幾十萬人你想想看一年幾十萬 十年就幾百萬四十年下來已經就有一兩千萬了 這麼一兩千萬在西方受過教育的年輕人 絕大部分是留在外面的啊 你不要以為這些西方留學的人大部分都回國了 回國的最多最多是佔三分之一或者是到一半就不得了了 就是絕大部分這些人都是留在海外的 留在海外幹什麼留在海外就是散佈共產主義思想啊 留在海外的華人十個人裡面有九個人是擁護共產黨 什麼擁護祖國的是為了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 在外面幫共產黨名模開刀塗紙抹粉的 所以呢這些人是被中共幾十年來不斷地通過什麼 通過學者學生留學的方式最終就滲透到美國和西方國家的 這些人在海外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年紀大的人 他們基本上都是用抖音啊用微信啊 就是用中共的這個社交媒體傳播就是共產主義的思想 傳播就是共產主義統戰的這個概念 最終什麼最終在全世界所有的華人世界裡面 形成了海外擁護共產黨的一股強大的力量 這是指輸送到海外的留學生 那麼第二類是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員啊 也就是最近改革開放幾十年來 中共的官員首先富起來了 富起來的官員他們都知道這些錢不能藏在中國 藏在中國哪有安全感啊 所以說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員的家屬 包括那些跟中共官商勾結的一些商人文化名人 他們都以各種方式把自己的家屬啊小三啊私生子啊自己的兒女啊全部什麼是移民到海外的 這些移民到海外的人過著灰金如土的生活 但是他們的思想觀念仍然什麼是依賴所謂強大的祖國愛黨愛國 同時在海外華人圈裡面不斷地滲透著共產主義的紅色基因紅色思維 所以這些人在海外是屬於有錢瓜分的中國所有韭菜名指名高的 拿著人民血汗在國外享樂的這個捐層 這個階層是共產黨在海外強大的什麼 強大的擁護共產黨擁護所謂偉大祖國的基礎 這是一部分 那麼這一部分人毫無疑問來講是非常擁護共產黨的 對於這兩部分人前後的輸出 我呢在過去節目裡面多次談過 在這個地方呢我不重複 我今天談的是所謂階級鬥爭新動向 就是王滬寧最近放大招 他利用什麼利用美國現在南部邊境開放大量的非法移民 每年都有幾百萬上千萬的人湧進美國的機會 中共調整的策略大量的安排走線人員裡面 混入大量底層的憤情和各種愛國粉紅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華人大規模走線呢突然形成一個大規模的趨勢的原因 因為大家都知道拜登執政以來 拜登的政策呢就是導致大量的非法移民可以通過南部邊境呢涌入美國 那麼涌入美國每年拜登接入的這個非法移民至少是幾百萬甚至都上千萬 這下子就給中國呢大量的人員走線進入美國完成了他們的一個捷徑 因為如果要辦到美國的簽證手續啊實在是太難 很多普通人根本連護照也領不到到哪裡能辦到簽證呢 那麼走線既然人家非洲人能走南美人能走 他們比我們窮的比我們遠的地方的人他們都能完成 為什麼我們不能去走線呢 所以對中國很多底層人士他們就浮動了他們通過走線進入美國的這條線路 因為國內呢可以講惡劣的競爭環境尤其呢習近平搞的三年動態清零呢 讓百業蕭條也就是大量的外企撤走了大量的外貿訂單已經沒有了 很多農村人到城裡面打工再也無功可打了 那麼閒下來如果你上上網吧上網就有高壓的這個言論禁區 你稍微兩句話講的還不知道怎麼回事 派出所已經找你喝茶了所以說呢思想不自由工作不自由甚至連躺平都不自由 因此呢很多人就萌發了我們可以走線啊到美國去啊 別的人到美國能活得下來為什麼我年紀輕輕我就活不下來呢 那麼也就催生了大量的一個華人的走線大軍 那麼走線的人裡面呢是形形色色什麼人都有既有社會成功人士 也有呢很多底層想有奮鬥想改變自己人生的青年 那麼也有一些呢就是相當相當苦悶就是每天躺平呢 看到看到自己手上那點積蓄呢已經花完了 也就是人生不甘心在中國尋求不到理想我到海外 我還不能創造一番天地嗎 所以說呢走線的人裡面呢有很多積極進取的人 但是在這個裡面中共就大量的混雜了 中共希望這些走線人員裡面呢混進美國滲透到西方的人 既有中共特意培養的各種特務他可以參與在這個走線隊伍裡面去也有中共 特意通過統戰部門安排的各種線人同時有大量的被中共洗腦後的幫助中共作惡 就可以到中共領到賞金的五毛就是這些人呢 他們都會混在這個走線大軍裡面然後最終呢就是混入美國的 那麼包括還有什麼被中共進行風化打擊拉攏引誘或者是中共改造 中共能夠操縱的一部分到海外打著什麼反共了白紙革命了 而且是很不要臉的把自己就定名為白紙一代的人 這一類的人很多都是中共特意操縱以及中共訓練安排的人 那麼這些人到海外以後他們就瘋狂地詆毀民運 詆毀民運的標竿人物 然後這些人還毫不知廉恥的他們喊出什麼他們願意在中共的操縱下 他們來替代民運了 所以呢很多人呢在海外現在都不斷地去詬病民運 我一點都不否認民運中確實有這麼一些人 包括民運裡面一些標竿人物一些知名人物 他們個人的私德呢是得不配慰的 出現被統戰了被金錢美色誘惑了把守不住自己 甚至因為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發生各種性騷擾事件啊 給民運帶來蒙羞呢我一點都不否認 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到這不是民運單純的問題 難道說你加入民運才有這樣的問題嗎 不加入民運就沒有性騷擾 就沒有那種大威利用影響力去上別的女生嗎 只要有人類在這地方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中國上上下下幾千年來尤其是共產黨統治以來 無論共產黨黨內黨外國內國外 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江湖就一定會發生metoo 民運也是江湖發生這些事 絕不因為民運這個江湖發生了metoo這樣事 這就變成是民運這個群體的特定性 但是批評民運人物個人實德是一回事 而否定民運30年來一事無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為今年六四呢我看到有不少這個所謂的年輕人啊 大部分人都是包著自己口罩包著頭盜也就是臉都不敢錄的舉個牌子 他們呢不斷地去批評民運人士包括在網上絕大部分都是匿名的 他們這個粉絲也沒有幾個註冊這個網絡也沒有幾天 但是出來對民運破口大罵 東部東就否定民運說民運整個30年一事無成 我不知道講這些話的人你有什麼資格說這個話 你們在美國紐約曼哈頓廣場也好 在日本東京大街街頭也好在洛杉磯自由雕塑公園也好 即使在紀念六四這個活動公開場合的這個現場 你們都戴著嚴嚴實實的口罩和頭盜臉都不敢露一下 這些人有什麼資格來批評民運人士呢 我們當年像你們那麼年輕的時候 有過一個人戴過口罩戴過頭盜到天門廣場 到各個城市各個省會城市主要的集會廣場參加八九運動的嗎 我們有一個人想過要優先的去把自己保護起來嗎 我們有一個人想過我們參加這場運動 我們首先要給自己留條後路嗎 我們有過一個人想過我們通過這個運動要給自己增加點名譽增加點影響 給自己增加一點到海外去辦政治庇護 他套取一些資料嗎 有個人這樣做過嗎 我們那一代人作為你們年輕人的父母那一輩 有哪一個人不是為了國家為了民主為了祖國的未來的民主大業而勇敢的奮鬥奉獻青春奉獻鮮血 甚至做了共產黨很多年的大牢有一個人計較過個人得失嗎 可是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沒有經歷過共產黨的殘酷破壞 但是呢他們嚷嚷的比誰的聲音都大而且這些人很多人受到共產黨的訓練以後到海外來詆毀海外民運 最典型的就是最近網絡上出現一個叫黃毅成的人 我不知道這個名字是他的正名還是他的假名 他自稱他在上海烏鲁木齊中路舉過白紙 就不止天高地厚地宣稱自己代表白紙一代了 且不說網絡上已經很多不止一個網友都指出他從來就沒舉過半張白紙 就算他舉過白紙又怎麼樣你舉過白紙就可以到海外來撕咬民運全備嗎 此人在網絡上的語言你看他不談反共不談白紙革命不談救援任何一個被捕人員 只做一件事煽風點火挑不離間 他攻擊的目標主要就是六四紀念館攻擊民運全備攻擊魏京生攻擊王丹攻擊余大海 而且他為自己自辯的幾乎他所說的所有論到海外的話都是這種低劣的編造 他說他在抗議現場機制的躲過了警察從警察抓人的大巴上逃離了 你是誰啊007啊警察大巴的車上你上去能輕易讓你逃得掉的啊 你這種謊言你在海外尤其是欺騙那些吃過共產黨官司被共產黨用政治破壞關過共產黨大牢的人 你這種謊言能扯得過去嗎?說到關鍵的時候有一個白人救了他 哪個白人救你啊?白人憑什麼救你啊?因為你舉過白紙嗎? 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舉白紙的人千千萬萬白人為什麼要來救你啊? 那個舉白紙的李康夢人家白人不去救 那個發起白紙運動的前輩彭載咒人家被人不去救人家為什麼要救你啊?而且一救就把你救到德國你拿出證據來了啊?到了德國你馬上就申請政治庇護你受到共產黨什麼迫害了啊?是大使館幫助你偽造的材料到德國申請政治庇護的嗎? 因為大使館是不是想把你培養成海外白紙革命的代言人然後來替代原來的這個海外民運啊?你做的事不是咬魏京生就是咬王丹就是咬魚大海 咬六四紀念館誰給你咬他們這些人的權利呢?你代表誰呢?你動不著說你代表白紙革命你給誰的命啊?你了解共產黨的罪惡嗎?你了解六四的歷史嗎?你否定海外民運人物否定六四紀念館你究竟在完成誰交給你的任務呢?所以我明確地判斷現在中共對美國的破壞實際上是採取了意識形態上的擾亂除了在國內培養一批類似於像黃毅誠的這種專門到海外攪的 除了走去的人之外就是他們不斷地去詬病民運然後呢去詆毀民運讓民運在海外呢就是臭不可聞這樣呢就達到共產黨風華民運打擊民運的目的 同時呢共產黨是採取把大量的中國那些小粉紅以及受到共產黨影響並且願意給共產黨充當現任願意淋起狗糧的這些人把這些人輸送到海外包括走線裡面有大量的這樣的人 這些人帶有共產主義的色彩這些所謂愛黨愛國的年輕人他們進入美國以後他們未來總要在美國結婚生子吧不管他們婚配是白人啊還是黑人啊還是華人啊這些人的後代都多多少少從他們前輩吃的狼奶上面遺傳了共產主義紅色基因 也就是王滬寧的策略他想的很清楚對美國的摧毀就一定什麼一定是對美國的年輕人要用毒品用芬太尼就是用大量的芬太尼這類的毒品 腐蝕拉攏以及毒害的美國的這個底層人美國的這底層人只吃得起芬太尼然後讓這些人吃了芬太尼以後就發瘋就破壞美國的法治 就是最後把美國的底層把它這個底層的民主建設民主制度把它完全破壞掉這是指呢用毒品去消滅美國的底層人那麼用LGBT去腐蝕美國那些有經濟能力的有文化的有知識的年輕人我可以給大家看兩張照片嗎這兩張照片大家可以看得是很清楚也就是二三十年前美國年輕的父母他們都是自己西裝別品 穿著的是非常得體的帶著孩子呢去為了追求信仰到教堂裡面去出席每個禮拜的教堂活動這一對父母和他們的兒女未來肯定是培養的是有傳統價值觀的信仰上帝的能夠堅持美國傳統價值觀的這些人但是現在的美國家長你再給你看這張照片呢現在的美國家長是帶著孩子喜笑言開的去看脫衣五娘而這個脫衣五娘還是個公子也就是呢現在美國的下一代 和他們的上一代已經產生了質的變化他們的意識形態已經完全變化了變化到現在追求的就是刺激這種刺激除了有LGBT有芬太尼帶來的刺激還有就是這些人亂性帶來的刺激這種亂性已經不僅僅是過去的這個性亂交現在已經到了LGBT已經到了什麼已經到了變性的這個地步因此年輕的父母帶著孩子去看這個五娘並且是個公的五娘他們能那麼愉快就說明嘛 這些人的思想意識已經墮落了共產黨已經成功了一大半了人口學家做過統計也就是歐洲啊尤其是英國法國可能再過五十年英國法國的白人都將淪為這個國家的少數民族也就是五十年之後歐洲就不是歐勒巴而叫阿勒巴也就不是這個阿拉伯而是歐拉伯了歐洲就是這樣的變化美國也同樣是這樣 就是美國經過幾十年以後美國的下一代完全有可能被中共摧毀中共一再要置換美國的下一代讓美國的下一代都接受共產黨的紅色基因最終演變美國的下一代那麼中共這個政策是完全的一個長期策略我看到一個美國國務院最新解密的公開資料這個資料呢是記錄了當年在北京時間還是1973年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是毛澤東在1973年12月時 17號晚上到早晨的凌晨也就是毛澤東約請基辛格的時間啊完全是夜裡面啊他這個記錄是記錄在晚上十一點半到第二天早晨一點半也就是這兩個小時裡面呢毛澤東接見了基辛格那麼深夜接見基辛格毛澤東跟他說什麼呢毛澤東在整個這個談話裡面其中的一部分大家可以看我這個配圖通過這個配圖到美國國務院圖書館去查他的原始資料這個配圖解密資料裡面明顯顯示毛澤東告訴基辛格說 不是中國的女人太多了他們有自己做事的方式又太能生不如呢中國送一千萬女性給美國既解決了中國人口太多的問題又能跟美國帶來一些災難啊因為1973年時候正是毛澤東號召大量的所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上上下鄉接受評下總統再教育的時候為什麼毛澤東要把這些大量的知識青年送到農村去啊就是經過文革造反以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發動 所有的這些學生砸爛資產階級通通不上學通通不需要幹別的事只是搞無產階級大革命然後不斷地去搞打砸搶基本上把所有的社會結構社會秩序全部破壞掉了當然這個破壞裡面主要的目的是毛澤東要打倒一批跟他一起建立江山的開國降帥了把這些人從國家副主席劉少奇開始起把他們通通什麼掃進歷史垃圾堆真死的真死關牢的關牢最終什麼最終消滅掉毛澤東 所有的開國元訓毛澤東就達到這一步了但是這些年輕人他們打完了砸完了把他們留在城市裡面他們沒事幹荷爾蒙爆棚他們如果造反怎麼辦啊所以老毛就想來想去這麼幾千萬的這個所謂紅衛兵呢就把他們送到鄉下去到農村裡面接受農民在教育風化這些人在全國各個農村裡面就把這些所有的知識青年這些打砸搶的人呢就風化他們的力量但是儘管送到農村去這些人在農村裡面無所事事 但是還是會惹是非的所以老毛就想起來現在不是跟美國友好嗎我們送一千萬女青年到美國去怎麼樣老毛特意強調的是女青年啊難得他不準備送的因為他知道送女青年到美國就是幫美國人生孩子的無論是嫁給了美國的白人還是黑人他生下來的孩子就是什麼就是華夏基因就是共產黨的紅色基因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那麼如果你想啊送一千萬過去那美國會怎麼樣呢 美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只有兩億人如果毛澤東送一千萬過來就變成二十分之一給毛澤東加進來了加進這個二十分之一的這個一千萬的中國女青年在美國不需要十年如果每個人都嫁給美國人無論嫁白的黑的他們生個四到五個的話那僅僅十年美國的人口就達到兩點五億兩點六億也就是一下子就給美國的人口大幅度的增加這是指十年二十年以後呢 二十年以後這些當初到美國的只有二十多歲的女青年他們二十年以後他們才四十多歲他們自己本身還能生當然這時候他們已經生了好幾個孩子有生育慾望的人不太多但是呢仍然會產生一部分新的人口而他們的兒女經過二十年的培養以後這些人又可以再生了也就意味著美國只要經過二三十年美國的總個人口他就會上漲一到兩億而這個一到兩億裡面很快華人就成為美國的 主要人口白人百分之百在美國下降為少數人口那美國又是投票制度那麼在民選投票制度裡面當一個族內他的人口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那你說什麼投票的政權機構不給這些人掌握呢也就是掌握美國就是中國的下一代嘛這不就毛澤東的算盤嗎那幾個聽了的話就聽傻了基辛格肯定沒有這個權利 接受中國送過來就是一千萬女青年當時時任的總統你可終於沒這個權利啊但是呢美國人就知道中共有這個想法等到過了幾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卡特執政的時候恰好是鄧小平已經翻身上台鄧小平上台以後第一個就是訪問了美國跟卡特交談以後卡特是答應願意讓中國一部分留學生進入美國的所以說有一天卡特正在睡覺他的秘書把他從半夜叫醒因為這時候美國日夜裡面 中國是白天啊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開完以後正在政治局會議同時他打電話到美國跟美國接通了卡特的這個特別教育顧問問他中國如果要送留學生到美國來是公派的那麼美國能接受多少所以卡特這個顧問呢沒辦法只好深夜把這個卡特叫醒問他說中國的鄧副總理問他們如果要送留學生到美國來我們可以接受多少卡特很高興啊因為卡特本來跟鄧小平講 至少可以接受你一萬人現在鄧小平積極主動的願意訴訟過來卡特馬上就說願意接受十萬個因此鄧小平就喜出望外啊鄧小平馬上在政治局會議上面就做出了部署部署就是馬上通知下去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廷局級以上的官員他們的子女要跟著苗紅然後呢把這些人的名單報上了一部分就是考不上大學的但是本人呢是屬於跟著苗紅是我黨可以培養著下一代的這些人把名單報上了一部分 軍隊裡面十以上幹部家裡面的子女那些也是上不了大學沒有辦法在軍隊裡面繼續深造培養的這些人呢有培養前途的把這個名單報上來湊十萬人第一批的十萬人就是在八十年代鄧小平用公派的方式這麼派到美國的真正這美國派來的這十萬個公派留學生裡面最多最多有十分之一就是有一萬人是高校裡面選拔的優秀的學生優秀的學者那麼這一類呢他畢竟是鳳毛麟角 這些人他可能未必是跟著苗紅有可能還是農家子弟但是這些人是有正在實學的就是百分之十的有正在實學的人才百分之九十是共產黨要培養的這個第二梯隊搞亂美國的紅色力量也就是這十萬人在八十年代就進入美國了嗎這些人當時來都很年輕二三十歲啊也就是你看到在美國很多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基本上都是這些人他們的子女當然也有一部分就是八九六四以後 流亡的學者學生在美國結婚以後留下來的九零後的子女也就是大部分中國在美國出生的九零後以後的這些兒女都是什麼都是共產黨故意輸送過來的他們輸送過來的這個目的是什麼不就是讓這些人他們演變成美帝國主義對美帝國主義進行思想意識形態的滲透最終什麼最終用紅色基因就是染紅了美國把美國的下一代全部把它吹垮嘛所以你看現在為什麼很多大學裡面尤其是美國 以左派知名的這些名校有很多華人年輕學生他們的這個LGBT的鏡頭非常非常的衝啊他們都已經是誕生成左派成為右派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成為保守價值觀的孩子是非常少的大部分都是寂靜的左派除了受美國整體的LGBT風潮的影響那麼還受他們的父母受共產黨紅色基因的培養啊那麼中共就知道通過這種方式有個幾十年的更替不斷地通過治患下一代最終就把美國高垮啊 這就是王滬林的新策略所以我們要十分警惕網絡上出現的類似於像這個黃毅誠的這一類的所謂的他們這個年輕白紙一代他根本代表不了白紙一代他是打著白紙一代的旗號你不要看他穿什麼外衣你要看他做什麼事像這一類人他們往往都是黨國滲透到海外民營圈塵裡面他們打著年輕人的旗號要替代老一輩的民營實際上他們是幫共產黨幹的髒活最終在海外形成幫助共產黨 在海外形成一個官辦民營的力量而這種民營是呼應著共產黨跟共產黨一起去破壞西方世界破壞西方文明最終是毀掉美國的民主燈塔毀掉美國幾百年來的民主制度建設毀掉美國遠遠在全球產生的民主力量你一定要看到這一點好今年的節目我就跟大家說到這裡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